好的 同学们我们继续我们的Gmed学习 第67题 看一下第67题 好像扫过第67题 发现 画线的部分是从include开始 一直画到30 feet long and is 画线部分 不长不短 好 ABCDE 先是看什么 前三个单词 先看前三个单词 那么我们发现明显的 第一个单词 是有区别的吧 也就是动词是有区别的 动词有区别考什么呀 显然是 它是有动词的原型 和动词的第三人称单数 这种情况下 显然是问你主语是谁吧 显然是问你主语是谁 好 我们看一下主语是谁 我们看一下主语是谁 那么我们发现 主语肯定就是往前找呗 肯定是往前找 那么我们发现 主语是谁啊 是species 是species 那它是单数还是负数 很简单吧 因为它带一个s 所以是负数 所以是负数 主语是负数 那么位语动词要用原型 位语动词要用原型 所以通过第一个单词 先把D和E选项滑掉 先把D和E选项滑掉 然后怎么办 然后中间比较长 注意往后看吧 像这些东西 being永远不可能是对的 永远不可能是对的 所以ABC当中 再通过being把C滑掉 也就是很快 大概几秒钟的时间 你的选项只有在A和B当中了 只有在A和B当中了 好 A和B当中 我们发现还是后面有区别吧 还是后面有区别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看谁啊 可以看这个and吧 也就倒数第二个单词 既然是and 看这个and 也就是看这个and 好 那你现在是什么呀 现在是什么呀 看上去啊 看上去B好像是少了一个位置 对不对 看上去B是少了一个位置 但是情况是这样的 如果说是B选项 是growing的话 那你and后面一定要有一个动词的ing形式吧 因为为了平行结构 你前面是doing 那你后面一定要是doing啊 后面一定要是doing 但是你这后面 无论是找到什么地方 发现没有这个ing的结构了啊 已经没有这个ing的结构了 所以B选项是不对的啊 所以B选项是不对的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位置啊 也就是逗号位置啊 也就是逗号位置啊 这个是一个可以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可以的搭配 那么逗号位置的情况下 他只能修饰谁啊 他只能修饰这个will啊 这只能是修饰这个鲸鱼啊 只能修饰逗号前面的那个名词啊 只能修饰逗号前面那个名词 那好 那and啊 and这个is famous for啊 and is famous for 这是一个固定的搭配啊 这是一个固定的搭配啊 如果不知道这个固定的搭配啊 没问题啊 没有没有问题 那你发现这个and这儿肯定是一个省略结构吧 肯定是一个省略结构 对吧 也就是说他省略的是谁啊 他省略的是谁啊 这个and既然构成平行结构 那你这个and肯定省略的是这个wish吧 and后面肯定省略的这是wish 那么wish又是这个will啊 wish又是代表这个will 也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是省略了一个代词啊 也就是省略了一个代词 也就是啊 这是一种语法现象 也就是说当and连接一个平行结构的句子的情况下 如果两个主语是一样的情况啊 两个主语是一样的情况 第二个主语啊 通常是省略的啊 第二个主语通常是省略的 好的 总结一下这条题啊 总结一下这条题 首先啊 首先像include跟include啊 大家看到啊 也就是看到动词啊 有圆形 有第三层单数 马上去看主语啊 马上去看主语 也就是说主语是单数还是复数啊 就去找主语是谁 然后代不代s啊 这个就行了 如果a of b结构 去找a啊 a of b结构的核心词是a 去找a是单数还是复数就可以了 第二个啊 也就是and的平行结构 如果是growing的话 那你and的后面肯定要有doing的东西啊 肯定要有doing的东西 好 第三个啊 这个不说了啊 being肯定不对啊 being肯定不对啊 being肯定不对 如果是啊 第四个刚才说的是啊 引入了一个it的代词啊 引入了一个it的代词 我们可以看到e选项啊 我们可以看到e选项 这个it的确啊 它是可以代表这个鲸鱼的啊 是可以代表这个鲸鱼 那你也可以说 它可以代表别的啊 可以代表别的 在这种情况下啊 也就是说这种无中生有的代词 肯定是不对的 好 第五个啊 就是这个固定搭配 一个be famous for啊 以什么什么而著名的啊 什么以什么什么而著名的 但是啊 我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 这个固定搭配 尤其像这种不常用的固定搭配 如果不知道的话啊 如果不知道的话 不要在这个什么 比如说他问你是for啊 是to啊 这种东西啊 不要在这地方纠缠啊 不要在这个地方纠缠 也就是说 不知道固定搭配 是不影响你做题的啊 是不影响你做题的 先去找这些语法的错误 然后固定搭配和翻译句译啊 把它放到非常非常次要的位置啊 把它放在非常非常次要的位置 否则的话 你要是去被固定搭配的话 那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啊 工作量太大了 得不偿失 好的 我们继续啊 看68题 看68题啊 我们68题的划线部分 是从executive plans 一直到next 18 months啊 一直到这个地方 划线的部分还是比较长的啊 划线的部分还是比较长的 好 我们看到什么呀 我们看到啊 如果你只从划线这部分开始读 ABCDE选项竖着笔的话 我们发现了前三个是 主语是东西吧 对吧 主语是东西 后面的是人啊 后面的是人 那这种情况下啊 在这种情况下 同学们做多少题 做熟了的情况 会发现肯定是问你什么呀 肯定是问你独立主格结构啊 肯定是问你独立主格结构 然后我们再往前一看啊 果真如此 他的开头一个词上来就是 outlining啊 outlining也就是一个动词的ing形式吧 也就是一个动词的ing形式 按照独立主格的说法 动词的ing形式后面的主语得是 人吧 得是人啊 得是人 所以这个人的什么东西啊 注意人的什么东西的重心是在这东西上啊 是在这东西上 所以a b c选项是不对的啊 所以a b c选项是不对的 也就是说你独立主格结构ing开头 你后面的后面的主语不能是东西啊 不能是东西 很快的就把abc排除掉 通过独立主格把abc排除掉 然后我们剩下d和e选项啊 也就剩下d和e选项 d和e选项注意看啊 注意看一下还有哪有区别就可以了啊 看一下哪有区别就行了 那明显的这个地方是有区别的吧 这个地方是有区别的 也就是one stays to cut the company's huge debt啊 那你这后面是zr to cut啊 在introduction那节课里面 老老师啊讲过大概同样的例题啊 也就是说你这个zr到底需不需要的 在这根本就没有意义吧 这个zr是没有意义的 并且如果你要是zr 你这还有一个b2结构啊 那就更不对了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zr是没有意义的 是没有意义的 你跟这个比来说 这个zr显得太多余了吧 显得太多余了啊 这个是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啊这小题的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d选项啊 正确答案是d选项 e选项里面啊 如果是从 如果是不是gmite的情况下啊 是不是托弗亚斯的这个绝对啊 但是e跟d比 这个地方太啰嗦了啊 一旦能简洁一定要简洁 所以e选项唯一的错误 就是不简洁啊 就是不简洁 好的我现在再讲一遍啊 独立主格结构啊 我相信讲到这儿 同学们也能都理解了 也就是动词ing开头啊 后面的主语是人 动词异地开头 后面的主语是东西啊 主语是东西 再一个 再一个就是这个第四点 这个zr啊 如果是和前面的d选项比啊 e选项那个zr实在是太啰嗦了 好第三点啊 在上一小节里面 我们已经讲过 也就是说啊 在已经知道动作的发出者的情况下 一定要用主动去啊 一定要用主动去 这个chief executive啊 这个明显的是个人啊 ceo啊 两个ce啊 后面是office啊 ceo 这可明显的是人啊 东西是当不了首席执行官的吧 对吧 好的 这就是本小节的全部内容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